七十余年 三十余年 而事实上苏哲维闻自成一格 政治上的报复也更大 苏是苏哲兄弟自幼时起便在一起读书 从未有一日分离 十七岁那年 苏哲迎来了于史氏的金玉良缘 在妻妾成群的北宋 即使官至宰相 苏哲也未再去 二人职守走过五十余年光阴 在苏哲被封为魏国公的同时 妻子史氏也得到了楚国太夫人的告命 他们有三子亲女 皆是史氏所出 为了让女儿们风光出嫁 苏哲不惜卖掉在开封城郊买下的良田 他是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 也是一个好弟弟 十九岁时 他与哥哥苏氏进京参加礼部会事 在佳佑二年的激烈竞争中 兄弟二人同登金榜 震惊变凉 幻海沉浮和分隔两地 让二人对床听语的约定难以实现 四十岁那年 一场乌台诗案 让兄长困顿于冤狱之中 为了挽救兄长 他多方打点关系 在尚书皇帝的奏折中 他不惜以自己所有官职 换取兄长性命 最终在曹太后 王安石等人的多方求情下 苏氏终于获救 兄长被贬到远方的黄州 苏哲自己也受到牵连 五年不得升迁 在这种境遇下 二人亦有机会 仍然以团聚为乐 三年后 苏哲沿干水至黄州 与苏氏相聚 移到游览黄州的山水 苏氏写给弟弟的 永远是最好的诗句 而与兄长相聚 就是苏哲最大的快乐 原封八年的夏天 苏哲卧病在床 焦急的兄长不断写信问候 直到秋天 苏哲病逾了 兄长才打消了 直奔探看的想法 此后又是十余年的春生秋落 苏哲最后一次见到苏氏 是在海滨的决别 四年后 苏氏在长州去世了 苏哲得知后 在悲痛中为其撰写记文 将苏氏的家小 安顿到自己家中 兄长去世后 苏哲闭门谢客 在末座参禅中度过了余生 公元一千一百一十二年 苏哲去世 享年七十四岁 葬于夹县苏氏的墓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Operations